谢娜生双胞胎这件事情简直轰动了整个娱乐圈 所有的人都为他们高兴 仿佛就像自己家中贴了一个小宝宝一样 但休养了一个多月后就被网友催尽快付出工作 回归快乐大本营 谢娜不在湖南卫视主持节目的这段时间 对粉丝来讲简直是痛不欲生 总是感觉却少了什么 尤其是快乐大本营少了很多味道 不过却有网友爆料 谢娜将离开快乐大本营 付出首秀是加盟东方卫视樊前台 但爆料终归是爆料 没有被证实的 庆幸的是目前有知情人爆 谢娜已经低调付出了 不仅身材恢复不错 身体调养的也很好 最重要的是目前已经录制完了快乐大本营 并且后面还有参加几个商业活动 此外谢娜不仅看重家庭 事业心也是很重 休产假的这段时间里 依然尽心尽力管理着自己品牌的工作事务 也是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 也有网友表示 这次低调付出 是不是特意为微博粉丝破译而准备的惊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